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因为近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还有全球的货币大贬值 所以就再度掀起台湾人的海外制产草 就有中介透露 近两年询问海外制产的民众大增 热门的国家包含了日本跟东南亚等地 那你在海外制产 你要去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外国人在地资产的限制 第二个是汇率的问题 你要去评估当地国家汇率稳定的程度 第三个是最好能够到实地 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可以观察周遭的环境 车潮人潮商业化的程度 物价水平 还有可能租客的水准以及付款能力 再来是金流要清楚透明 入场时的付出费用 退场时的汇回费用 以及其他需要付出费用 比如说税务管理费物业管理费用等等的 再来是行政手续 银行开户签约的流程都要再注意 那台湾资产热点呢 其实坚普债也有上榜 专家表示 泰国同样也造成房市价格弹整 对海外资产而言 其实是难得入场的机会 再加上 泰国是东南亚地区疫情管控良好的指标国家 虽然经济受到运气的影响 但国家建设与大型开发案进度依旧 甚至有提前的状况 代表国家身体发展的体质与基础相当良好 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显著的良性资讯 那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在海外各个国家可以注意的项目 那它这边呢 是提供了比较热门的国家 第一个是在日本 你在日本呢 现在台人制产的一些热点是在东京以及大阪 之前呢我们就有分享 外国人在制产日本的时候 会习惯性选听得出地方的区域 那可见呢 东京以及大阪是比较多人知道一个地方 那在日本呢 外国人的制产限制呢 它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税务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的登陆免许税是0.4%到2% 不动产的取得税是3%到4% 再来你要制产还是要请专业的仲介 帮你去做询问啊 不要第一次制产就自己下手 很容易出问题 再来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它的资产热点是在吉隆坡 以及马六甲 它有资产的限制 你必须要建购马币100万元以上 并且它的税务是印花税3% 以及律师费0.6% 要用到律师费 他们可能那边对于建筑的这些法律问题 比较严谨一点点 或是买卖问题比较严谨 在越南呢 应该是大家都听过的 胡志明市跟河内 那这一个它的资产限制是 该建案公寓总户数的30%以内 就是你不能一次买整栋 再来是特定社区专案透天措 总户数10%以内 或是不超过250间 所以它是对于外国人来越南 自产是有一个数量的控管 不会让你买太多 这就让我想到之前 台湾那时候好像有要开放中国来 自产 造成很大的反弹 再来它的税务问题是 汽税0.5% 以及增值税10% 还有公寓维护基金2% 看来它对于他们的海外自产 蛮严格的 国内还是有保护 那在泰国的话呢 它的资产热点是曼谷以及清迈 那它的资产的限制是 限购同社区49%的产权 它就跟越南有点差别 它更多了一点 它希望大家都去泰国买房子 它过户费要1% 印花税要0.5% 那再来是柬埔寨 它的资产热点是金边 以及施亚努 它限购两楼以上 税务是交易税4% 它这个金边是不是之前新闻很大的地方啊 那真的会有人去那边资产吗 而且他说海外资产又来了 那代表之前有过海外资产吗 没错 我就来讲一个柬埔寨的故事好不好 以前呢 因为有些社团嘛 大家就是有点闲钱 这种社会的社团 它刚好都是一些经商的人士 然后呢 就有一个里面的人 说他有在经营海外地产 那他可能在那边有些门路 那个时候出现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人 还有一个说什么 他认识那边的一个将军 会帮忙瞧 就开始想去那边做投资 我先讲最后的结果啦 最后结果都不好啦 因为很多是想说短买短卖这样子 都没有结果 那这样子的时间 大概可能过去了一年多 大家觉得可能 这样炒好像不太能赚到钱 就有新的一个出来 说我在金边那边有一个饭店 饭店呢 你要不要来认购 譬如说你买了几间 你就有这个饭店的经营权 然后那边又有在经营赌场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去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时候 就在那边的赌场 奇怪我干嘛不去澳门的 我要去金边的 那不是很恐怖 他说不是 我跟你讲你那边 你一下飞机就有直升机来 接你去这个饭店那边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去看到 你自己的饭店 你自己要去住也可以 然后有收益多少 什么你就可以获利 前面一年了 他们就是有的人有买的啦 偶尔有去 虽然说没有真的直升机在做 但是也算是不错的车子 把他们载到饭店 的确也有赌场 然后也有房间 没有错 很多都是你有看到有香港人 中国大陆的啦 就是一堆亚洲 那感觉很像 都像是投资客 然后呢 饭店大概一年左右 他就已经单位都卖光光了 中间转了一两手 一两手就是可能 香港投资客 卖台湾投资客啦 转了一两手 突然就没了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极权国家 那个将军说没了就没了 那将军赚好了 不想赚了 钱收一收 你跟他讲法律 他就枪炮来对着你 或者是他在内斗当中 有没有 这个将军输掉了 他输掉以后 他就不见了 这个饭店就没了 那些人钱也都没有拿回来 就是投的钱都没有拿回来 就前面几次去 自己觉得自己 有当一个国际赌城 饭店的老板 然后很爽 这样子 全部印象中的 真的没有一个是 有真正赚到钱的 有的真的只是小亏 或是前面 你好像有翻到点红 但你最后看起来 你是赔钱的 在那段时间 很常有这样子 那你说还要投资马来西亚的 也有 就招待我们一群 来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就来去 就去新加坡 我们先带你新加坡 晚个三天 然后就叫你通关 然后到马来西亚 然后到马来西亚 里面然后就看看 哇 那个时候很多的 中国大陆的建商 在那个马来西亚那边 有没有 就是我忘记 那个是什么园区了 有开什么 像造证计划的 然后有多少单位 那个接待中心 真的知大的 大到一个不行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老师 在舞台上 那个舞台超级高的 台下全部都是做我们这些人 坐在那边 然后在台上 很热情的 再来演讲 讲说这边的案子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 我坐在那边 我就突然感觉 这怎么好像那种 传直销说明会 当然也有在座的一些哥哥 就问我说 你看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业警 我说 我应该不会碰吧 他们有的 就是还是有买 这些钱对这些夫人们来讲 不会很痛 可能一个包两个包的钱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 就是有些夫人就自己下手了 虽然说大家在同一个会场 居然还有太太自己 私底下要弄四房钱的就对了 结果我们就开心的旅游 后来回来了 那一去去了七天 那回来之后 事隔大概一年多 大家开始回去跟这个人说 怎么这都赔掉了 什么有状况 他们也无从下手 因为也不知道 我要去那边找谁 不知道干嘛 然后再来问当时卖的这个人 买房子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有赚有赔 投资本来就有赚有赔 他们在想办法帮忙协商 怎么之类的 后续我没有继续去了解了 因为有的人可能 就夫人一开始有讲 可能后来怕被骂 就有就自己闭嘴了 不敢讲说他没有投资 所以后续的状况 我也就问不太到 但我知道当时他们那时候 也赔了不少钱 吃了也不少亏 然后那再还有一些哥哥们就说 哎呦要海外地层 但要自己熟的 他们可能常常去泰国那边打球 旧团可能一年会去个一次两次吧 就去那边打球 他觉得他至少对那边的地缘性有了解 然后就在那边做了投资了 但是他们也算是比较保守一点点 就是说他在投资的时候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市区的 可是市区他们觉得有点乱 不知道该怎么管理 那有的他会投资那种高尔夫球 度假的小别墅 想说没关系 反正到时候转手不了 我自己也会去住或干嘛的 结果得到结果也是不好 因为第一个他也没有常常去住 景气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去住 有疫情的时候他又不能过去 我会怕死这些人都特别珍惜生命 再来不是放那边就没有事啊 你还要维护啊 你人不在那里维护 你很辛苦啊 最后就是有时候有谁要去 不然你去我住那边住一下 帮我整理一下 其实最后也是说 没有啦我就是只是自产啦 买个小别墅在那边啊 有时候可以打球 就是你会发现 他用一些安慰自己的话带过 投资变支柱 原地成佛 就是一样的概念嘛 就讲到这个海外地产投资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前段时间 Joman他有拍 就是说他自己要到日本去 就是要买下一间房子来做投资 然后呢 他的实际走访的角度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对海外地产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他那一集的节目吧 可以让你做个参考 个人认为没有错 你要去投资海外地产 你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地缘关系比较好 不然的话 就像是你今天短期炒作的这种感觉 你在国内短期炒作 你还有一些资讯你可以获得 国外你到底怎么获得 你怎么能够了解 你所有得到的资讯 很多都要翻译的 因为刚刚上述讲这些国家 即使在地有自媒体 在讲他们在地的房子 那个语言你也听不懂啊 你还要经过翻译 可能你得到的资讯啊 就变成是所有东西都是 海外地产公司在跟你讲的 或者是你在在地找 这个懂中文的重结跟你讲的 但是是不是符合实际的状况 难讲 这些人他很简单 他成交他可以赚你钱 他没有保证你 你可以一直赚钱的吗 如果他能够保证 他就自己赚了吗 有他的风险在 然后风险也蛮大的 但是你说在日本 我觉得日本至少 他的整体的环境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比较了解一点点 我认为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东南亚一带 你会觉得他比较有机会 能够有更高获利的空间吗 很简单吗 风险大 投报大 风险小的 投报小 但是风险小的 你可能自由资金 准备的要更多一点点 对不对 那那边可能你自由资金 不用准备到这么多 但不管怎么样 海外地产 我认为要小心要注意 再来就是 如果你会去看海外地产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房子 当成是一个投资商品的 那投资就是要赚 不要最后再安慰自己 我原地成风了 也有些人可能海外资产 那可能就是更顶层的 那他可能就不会说 他可能自己就飞过去了 不是原地成风 他们异乡成风 对 就是说他传教传到泰国去了 对 传教传到柬埔寨 这种感觉 你的生活水平 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了 你在那边 你已经有自己的资源了 但是你可能很多 比如说讲比较年轻的族群 想要靠这个 我觉得保守一点点 自己不是很懂的 不要乱碰 没错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这一集的法航老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